同學們 當然有同學看不懂功能定力 你也可以用力學能手合來想 就是說你這個代電力只在這邊 它只受電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外衣根本不能去干擾 所以既然只受電力 那力學能手合 所以這邊從禁止釋放 這邊得到了動能 所以動能的增加來自於胃能的減少 所以胃能就是QED 那ED就是V 所以你動能的增加就來自於胃能的減少 例如V 這樣可以接到嗎 可以喔 那甚至你可以更直觀的 有些人是更直觀 因為他說 欸老師 這個比如說我叫做100伏特 其實就是說 每一庫倫的電經過 我可以得到100焦了 所以看你是幾庫倫 從這邊到這邊 就經過了我這個電壓 所以每一庫倫是100焦了 那看你幾庫倫 所以我得到的動能就是QV 這樣更直觀也可以 這樣了解 基本上你要能夠寫出 你得到的動能就是QV1 所以這個V1稱為加速電壓 因為你動能增加是OK的 這樣OK嗎 好 那湯姆森設計了這個之後 就讓這畫一個小洞 讓那個電子進入了另外一個電廠 他把現在把這個電廠轉90度 然後呢再給他接一顆電池 那這顆電池它的目的就是要製造它的偏向 所以它就身為偏向電板 好 那當然這邊就是正電板 這邊就是負電板 那這個板子的長度呢 因為它是要讓它偏轉 這個長度可以量 那這個板子之間的距離呢 E2也是可以量的 好 那因此呢 第一個 你就可以理解V2等於E2 V2 VED 這兩個板子之間的電壓 就是偏向電壓V2 這中間的電廠是我設計的 我想知道它多大很簡單 我去量一量兩個板子之間的距離 V等於ED 我就設計出我要的電廠了 這樣了解嗎 好 那我們回到這湯姆森它的實驗 一個粒子從這邊發射出去 然後因為這樣子的電廠 使它往下偏 大家還記得這是什麼危機嗎 拋物線 水平康 水平就做等速度 垂直做等加速度 所以哦 好 因此它的偏向位移 這個 你猜偏向位移小巧會有考 我會 一定會考 對不對 我會好 這太硬要 這實驗太重要 怎麼可能補考呢 聽一下 我們上次講過一次 我們就再講一次哦 垂直方向做什麼運動 等加速度運動 等加速度運動的位移 Y等於多少 因為水平等速度嘛 垂直是等加 垂直一開始有過速度 沒有 所以你這個Y是不是就是2分之1A7平方 可以嗎 所以就是2分之1的A7平方 好來2分之1A要怎麼描述 7要怎麼描述 回想一下 你在這個地方你受到的加速度 有力就有加速度 所以你的加速度一定是來自於什麼力 電力 要專注哦 在這個地方受到的電力怎麼寫 Q1屬上M可不可以 可以嗎 可以哦 但是它是第二個電場 所以Q1屬上M 好接下來請問你 你在這個電場中經過多少的時間 水平是不是做等速度運動 所以是L屬上B雷 OK 好那我們現在把它整理一下 所以兩個MV零平方 Q1 2 L平方 好 那他我們在那時候他如何解決這個V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你如果這樣設計 你如果是用這種方法設計的 你會發現你的QV 你的2分之1MV零平方 是QV1 所以我們可以把這個MV零平方 用Q兩倍的QV1代替 OK嗎 好 那上面這個東西呢 要用什麼來取代 上面要用這個V2屬上D2來取代 好 好 但是 這樣一醒下來就發現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情了 什麼 誰消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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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誰消掉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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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要在裡面 而且要抽震控碼 所以這個滴露也是架好在那個震控碼裡面 也不可能再去弄它 所以這裡面真的可以調的是V1和V2 因為這是用電線接觸 所以你可以用可變 你可以用電源供應器去調那個電壓 比如說我這邊是100伏特 那我這邊給你20伏特 那我可以改30伏特 20伏特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用那個電源供應器去調 我都要給你多少伏特 可是你一調誰變了 Y就變了 所以各位同學們 其實這個東西是屬於早期的 早期就是我們那個電視螢幕 我們早期的電視螢幕 是用電子這樣打出來 打到螢光幕上產生亮 所以看過螢光嗎 看過螢光 所以你只要調這個電壓 你就可以設定那個電子要達到哪一個位置 對 你要都可以設計好啊 我調不同的電壓 你就打到不同的位置 調不同的電壓 就打到哪一個 那沒有 它後來當然會 當然有一些不同的顏色 所以你看 我完全可以控制 所以我只要調這個電壓 如果我的電壓越大 就是這個分母越大 那你的Y就會越小 然後如果調這個電壓越大 你會偏的越遠 所以就是我們可以很精準的設計電子要打到哪一個位置 就是都被控制 不過這當然不是測量電子赫磁平的裝置 因為你只發現這樣根本震不出來 沒有赫磁平 所以我還沒有解決 我們要學到詞學才有辦法解決 詞平不是用字 沒有 就是我們到了詞學 我再告訴大家 只是告訴大家 這個其實是可以用在那個 就是印象頭 就早期的電視 他可以用這樣的方式來升級 好 各位同學 我們教完了 段考 卡到這邊 對 但是我們要講一下學資裡面的題目 學資就是我們的B書 A書 老師你講還是B書 我們就講C 老師我回去看那個 比如說庫克斯 然後大家命名A書 我們吵了快10分鐘 我們就講了 對 這樣子放出去這樣子見人嗎 對 很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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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們就要穿起來 然後我們就跑前來 然後我們就還在跑 然後我們就還在跑 這樣拿起來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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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難怪 這個太 這個不能夠傳出去 這傳出去怎麼辦 那就是不要傳出去 這邊上去嗎 沒有人會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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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 那我憲哥 不要這樣子 原廠 沒有反 我同學沒有 就 彩彩都很猶豫 那也挺失業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這個 對 我才看兩半 然後誰一直在我 請大家翻開 23件 23件 好我們看一下平行板 電廠 他說有一對平行金屬板兩板 分別接在電池的兩極 今天將兩板的間隔增大為兩倍 但電池仍然接在兩板上 有關於平行板電信的敘述何准正確 這個其實就是我們剛才跟他人家說的 就是這兩個板子 然後你呢把它接了一個電池 然後電池就會對它怎麼樣 充電 然後就是又從正電 然後從物電 請問同學這個充電結束之後會怎麼樣 充電結束之後兩個板的電位差 就一定會等於什麼 電池的電位差 就是客觀 可以接受嗎 沒有 好 那現在這個是V 那這個是D 他們之間的關係就是V等於EV 這個東西有一個電場 好 現在我們來看A選項 A選項 請問同學 如果我現在把雅各板的間隔增大為兩倍 但是電池仍然接在上面 你猜最後會怎麼樣 電池會沒電 不會沒電 所以如果你把兩個板子拉大 它依然接在這邊 最後你很厚 你這兩個板子的電位差 是不是還是要怎樣 可以接受嗎 好 因為請問同學 一顆電池的那個電位差 會因為你兩個板子拉來拉去 那顆電池就 如果本來是1.5顆後來變3顆 會這樣嗎 不可能嘛對不對 所以沒這件事 所以V等於EV 所以V不會變 但是你如果要變 你變2倍 所以你只要變多少 2分之 所以電場變錯 電場應該變2分之 好那電量 哇這有點難了 V選項 這個應該沒有人記得 公式 不過可以記感覺 你們認為這上面的電量 Q 這個正Q跟負Q 一定是成對出現 有沒有 就是我多少 你就多少 正一負 如果我們中間的電場變一半 你猜這個Q會變什麼 一半 一半 有這個感覺吧 為什麼 因為你的電力線是由Q發出來的 對不對 如果Q變一半 電力線當然要變一半 可以介紹嗎 可不可以 那他當然是有公式 這公式當然是記不得 叫做四拍 KQ 不是啦 A 我禮拜一我之前有在記著大嗎 記著大嗎 可是這個沒用到 對啊 那我不需要用 因為你只要知道 他跟他成正比就好 就是其實這個公式在高中很少的 幾乎不用 所以很多老師也不教 那是說 你上了大學看到說 我選過 好 所以這個電場跟天空中的成正 也就是說 電荷越多 他發出來電力線越多 那你電場就越強 所以你變一半 你的電量當然變一半 所以他都保持不變 錯 應該變一半 兩版的電位差不變 這個選項導致正確了 電場變 什麼 電位差不變 所以這答案就是C 有沒有問題 電位差不變 好 那剛才我們現在一直接著 萬一我們是把他抽完電之後 把電池拿走 你們覺得呢 對 等一下看看 有一個忘了講 就是 老師我本來假設有石庫倫 現在變無庫倫 那原來那無庫倫跑到哪去 電池哪 跑回去 他反衝回去 他的電荷 他會從電池裡面這樣出來 這樣過去 那如果你把他拉開之後 他也會從這邊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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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是回來 所以那個沒有關係的 那接下來我們現在另外來說 另外一個例子 就是我今天呢 充滿電 我把他充滿電 然後我趨走電池 趨走電池 然後我再把他拉開 就是這個是B 我再把他拉開成2 拉開 請問你這個答案會變怎麼樣呢 各位想覺得 如果你已經充滿電了 你本來的電位差是B 比如說10的 你現在充滿電池 因為我們錄進去了 因為我們錄進去了 對 那對於你們家裡的充電電池 你充滿電子之後 把他插頭拔掉 那個電池的電壓還在嗎 充電電池的電壓 在不在 在吧 所以你充滿電 假設10伏特 你把電線呢 把這個電池取走 請問你這上面 是不是還是10伏特 對 電池在嗎 在 電廠在嗎 在 那現在我要拉開之後 你覺得什麼變 什麼不變 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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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等於EV 你覺得什麼變 變 什麼不變 什麼不變 電池變 電池變 對 請問你這邊有五個電荷 這邊 你拉開之後 這五個電荷有地方跑嗎 沒有 沒有耶 不像剛才他會跑回去電池裡面 他現在沒地方跑 所以呢 你既然電荷不能跑 所以你的電廠就不可能改變 所以這個地方不變 只有你現在呢 拉開兩倍 你的電位差會變 兩倍 所以他很不一樣 他的Q也是不變 因為你已經充完電 然後你把電線拆著 電池拆著 上面的電荷就不可能跑 不可能跑 你五個電荷 你就是五個電荷 你跑不掉 像這邊是剛才會跑回去喔 然後又跑回去 然後又跑回去 因為這邊電池 就是樣貌還原 你一反應而已喔 可以的 但是這邊就沒辦法 那這邊沒辦法的話 那他就是維持那樣的電池 你拉開電力線的疏密程度 你拉開電力線的疏密程度 還是在的 所以電場不變 可是你的電位差就會變的 好 接下來我們看十六題 十六題喔 可以嗎 拍照 拍照 好 我們來看一下十六題 直子 欸你現在能分辨直子跟阿寶的嗎 直子 直子是怎麼樣 它的電量是一個Q對不對 那α就是幾個Q 2個Q 那如果子子呢 是一個F 那α就應該是 4個F 它有兩個子子 兩個中子 所以它是4個F 所以它現在要你比較子子跟α的粒子 分別垂直電力線 注射同一個帶電金屬板 如果可以離開電廠 下列敘述 合著正確忽略重力的效應 以同樣的速率入射偏向位移 緊一緊 你覺得這難得倒你嗎 有沒有 倒我們開始寫過了 然後第二個 以相同的電量入射 穿越時間的比 再來第三個 以相同的動能入射 庫倫力做的功的比 好 來 我們來寫這三個 我寫我的 你寫你寫 可以啊 我剛才已經交過你了 你可以試試看 你試試看你的偏向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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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看我們剛才怎麼寫偏向位置 你試試看你的偏向位置 もう見面 等會了 你確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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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想看 我答對 你答對 那你確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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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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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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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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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想也可以 或者是說你動能的增加來自於胃能的減少 胃能是QED ED是B 所以是QE 就怎麼想都可以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加速電壓躲在分母 OK 加速電壓 然後我剛才也都拿大家不信的 這兩個竟然會消掉 有沒有 其實是4倍的B加速 然後當成是EL平方 結果呢 跟帶電粒子的電量和質量有沒有任何關係 沒關係 所以這一點答案是1比1 因為大家全部都一樣 加速電壓也一樣 然後你又進入後來一樣的電廠 一樣的板廠 跟電量跟質量完全被消掉了 完全一樣 所以你帶一件粒子 你要到哪一個位置完全被我掌控 管你帶什麼電 不需要 因為都沒有消掉 所以這個答案是1比1 那第五個 洽離開電廠的時候動能的變化 想得到動能的變化嗎 你要離開電廠的時候 你這邊不是本來也有一個束縛嗎 這邊也有一個束縛嗎 請問你動能的變化 如果你真的把這個動能減掉 這個動能太重複了 其實動能的變化根本就是 胃能的變化 請問你在這裡面 胃能的變化是什麼 是QEY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直接進去 所以動能的變化 根本就是胃能的變化 絕對詞 所以它其實就是QEY 那你帶進去QEY呢 就是帶那一坨2MV0平方 QEL平方 然後因為它說是乘接珠選項 所以珠選項是相同的加速電壓 所以這邊是要帶相同的加速電壓 所以要圈著這個地方是兩倍的Q加速 然後你就可以 其實直接帶1比1就好了 我好像有點沒關係 因為它其實是乘接珠 珠已經告訴你1比1 所以這個其實都 就是它已經乘接珠了 你這個不用 這邊都會完全一樣 就多寫了一次 好 沒關係 所以它整個字的完全一模一樣 所以Y就是一樣 你可以直接 如果你比較這個腦袋清楚 你就不用像老師這樣多寫一次 不是乘接珠啊 那珠的Y既然一樣就不用比了 1呢也一樣不用比了 直接跟Q成真 所以這一代就是1比2 不用再多寫一次 因為他說乘接珠選項 珠選項在這個條件之下 已經告訴你胃移是一樣的 所以你增加的動能 就來自於胃能的減少 胃能是QEY 那Y不是一樣嗎 又進入一樣的電場 所以你直接比電量都好 老師這邊是又再超了一次 有多磁也許了 可以嗎 OK 好 那我們現在要再補充一題 有沒有 這也是會考的 怎麼拿我今天全部卸題了 小考全部卸題 這有關係嗎 沒有 沒關係 我問你這個卸題 你看 你們自己考沒關係 好 我們來看一下25頁 學兩成第八 將光滑塑膠圓環牽直固定在水瓶的電廠中 在環上套有質量A 在負電量的平復 如果不要考慮重力 好 等一下不用考慮重力 我覺得大概是電子之類的很小的東西 帶起電量 或者它是小球很小的 當小球從水瓶直徑在A端 禁止釋放 這個因為是速度在V 然後它會沿著順時針方向 滑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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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V在瞬間 請問你圓環對小球的作用力多少 如果不考慮重力 那就只剩下什麼力 電力 如果那你剛開始想這個問題如果不是很散場 你可以偷偷的自己畫個正電來 因為均衡電腦 然後就一直有負電來 然後這顆小球它帶什麼電 負電 所以就寫個負Q 你覺得負Q在這個地方會受到什麼力 不要考慮重力 它是不是會受到這邊的靜電排斥 對不對 所以他說它竟然可以順時針 這樣子溜溜溜溜到這裡 那你覺得這一瞬間它會是靜止的嗎 你覺得這個瞬間會是靜止的嗎 沒有啊 這個球這一瞬間是速度的可以嗎 就是它會不會這樣子盪過來盪過去 盪過來盪過去 會不會這樣子 它是不是最大的 它會不會 應該不會喔 為什麼 因為它竟然受到排斥力 所以其實這個力一定非它會錯弄 或者這個力會產生加速度 它現在它的速度其實應該是越來越狂 所以這一瞬間它其實是有速度的 所以你必須要判斷這一瞬間是有速度的 這一瞬間要有速度 好 所以你必須要先判斷這一瞬間有速度 然後它現在為你圓環對小球的左右力 那你就得劃力 那你就得劃力 請問同學 這個小Q在這邊受到什麼 什麼力 你一定要先講超距離對不對 首先電力向哪邊 然後這邊 叫做QE 然後你是在那個圓環 靠在那個圓環上 所以你這個地方就是有所謂的正向力 而正向力就是它要求的 你覺得正向力要向哪邊 只能向心對不對 因為你在做圓周運動一定需要向心力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因此我們就要帶把線方向的合力拿來當向心力 那把線方向的合力就是N-QE 拿來當向心力 N-V平包除除以R 那我們的目標就是要解N 可以解嗎 不行 知道嗎 你必須再列一個方程式 你覺得這邊還可以列什麼方程式 你能夠列的就是力 要嘛就是動量 要嘛就是能量 你覺得你還可以列什麼 動量自己跟動量什麼有關嗎 沒有 能量呢 自己跟能量什麼有關係 正向力會做工嗎 不會 只有電力做工 所以力學能熟 可以嗎 自己跟千字面圓周運動很像對不對 就是一根繩子 把一個小球 千字面圓周運動 所以他跟千字面圓都運動很像 所以你就要帶力學能熟了 也就是這一點的動能加味能 應該等於這一點的動能加味能 如果我定這個地方叫靈位面 各位同學 如果定這個地方叫做電位能等於0 所以請問你這一點的電位能應該要等於多少 這邊的電位能一定比較 因為它是負電熱的 靠近負電板 電位能一定比較高 可以齁 請問你這個地方的電位能是多少 是不是就應該是QED OK 好 所以我們來看 所以你這個地方的動能加味能 應該等於那個地方的QED 請問你D要帶多少 帶直徑2 那我們就利用這兩個方程式去解 那當然應該是不難解了 那你用第二小期 MV平方等於4倍的QED 然後帶回去 所以N-QE 就應該等於4倍的QED 所以我們就記得出來 N等於5倍的QED 這樣子 禮拜二考試會寫了嗎 不會 哪一個不會 哪一個不會 訪線方向的唯一張像心力不會 還是力學能手環不會 都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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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關係 夜深人靜的時候 你就會了 嗯 對 夜深人靜 我怕只有中 其實齁 就是你看 開始看到它有輸入這件事情 對不對 因為你如果沒有判斷說它有輸入 你根本不知道怎麼練 你可能就認為電力就等於正向 所以你要想想看能量的觀點 你今天是在這個或者力 如果力的觀點 就是我受到排斥力 有力就有加速度 所以我應該研究這個方向會加速 這個方向會加速 這個方向會加速 就是我會盪 然後或者能量的觀點 你這邊的未能很高 你現在來到那邊 那些能量轉到哪裏去 變走 這樣子 好的 我們很辛苦了 所以我們要給大家看影片了 等一下 等一下 是不是那種影片 哪一個影片 誰要這麼評定 你怎麼這麼評定 什麼強化 心碎 哪一個人 這都蠻多 camar吧 沒有 還沒 你這水搶 這照一下吧 我們建筒 回歸 不要 可以嗎 相信 香香 妳是 超熱的 你不會想聽講什麼 好鬼 這一定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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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必須要好 我還要看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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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覺得 還要把戲劇 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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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看戲劇 有 有 全關 全關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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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好吃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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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ss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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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拉低調其實超距離 於是發明了電廠還有電力 現身與正電荷是與負電荷 向台詞各自縮短 與武漢方向代表電廠 單換正電荷中電力的電廠 F2Q是電廠E 所以即電力F能QE U2Q是電位D 所以電位呢Q能QE 即電力成距離做夠改變電位呢 電廠層上距離就會改變電位 NUDE UTV DUDE UPD 調整的複雀和 哈哈哈哈 超好吃啊 真的嗎 他真的老年紀還保持啊 等一下那個那個 在景點的基礎球 每個電子 電量都是零秒片 會與電廠層上一次 而且道具的電位都會象徵 兩個在景點的基礎球 彼此腦通成為一等為敵 電位都會重新分 大顆多小顆米 大顆多小顆米 每個目牆 隱形的基礎版 一點帶正電 一點帶不電 旁邊沒有電廠 裡面有均勻電廠 E等於V出於D V等於V出於D V等於V出於D 用的中內核的東西叫做電龍C 電龍C是Q追V 大半靠近電龍大小 雞出球電龍小 電龍結構決定 這個電龍的大小 好一點點不適 漂亮 A K K R 唱KQ 水 R KQ R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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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新電力變成電位 A A A 從新電場變成電位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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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不為所動 不為所動 那如果裡面的電腦移動呢 外面完全不為所動 然後你還可以加電量 這可以改 比如說你可以把裡面的電量增加 然後這個就會改變 這是工作的嗎 沒有啊這是潘淇琪老師 他是一個三個小時 他是唱這些母親 對對對 然後你們要看什麼 小Q 等電位你嗎 好 我看那個小Q 點電賀 看其實齁 看一下 那要滑題 那要考題的 考題也是用那個 這個也是電力線 而且他有3D顯示 好強喔 好帥喔 然後3D顯示要怎麼 我看不見 下面有多 圓形 大型 好 好像火星用 下面是 是不是 沒有 沒有 我這個下面要把這個 多麵這樣 紅菊也要 不慘嗎 好的 像這個啊 好像不行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這個有點 就是可能接了單槍之後就吃掉這個東西 那你們可以上網去看好嗎 我說你去他的那個 我觀念就是好好玩自己玩 好好玩什麼 好好玩 他把心力都放給他上去 他好會玩 再來一次 再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